像那种一来伸手 饭来张口的日子 我过不惯 我也没那种命 再说了 过日子 也不是只有吃饭 睡觉这点事啊 那你要做什么呀 我想开间店 之前当模特的时候 累积了一点人脉 刚好最近有个 做女装的好朋友 他同意让我加入了 利润对半呢 不过 要先拿一百万出来 一百万 一百万 您有那么多钱吗 就是没有 所以才想跟你们两个 商量一下 能不能把这笔钱 借个伪周转 等到生意稳定了 钱拿回来了 我肯定马上还给你们 这个数目可不小 得跟建平商量商量 等等再说吧 应该是集体食物中毒 至于具体是由什么病毒引起的 还要等待化验报告 怎么会呢 我吃的是同样的东西啊 没觉得有什么不对啊 首先要确定是由什么食物引起的 另外每个人的食用量 身体素质 都是有差异的 身体素质好的人 可能就没有什么作用 身体素质差了 可能就会发作 别动别动别动 请问关于云端论坛食物中毒的事 谁告诉你呢 没有的事啊 云端论坛一直是本事 爱情界一大盛 我们一直在跟踪报道 现在论坛突然提前结束 消息立刻就上了 还希望你们不要干扰我们猜 医生 请问是什么原因 造成了食物中毒 刘总 大家集体食物中毒 是不是香草餐店的食物有问题 听说刘总和香草餐店 刘老板交流围起来 那么朝你选的这个香草餐厅 是否因为这个原因呢 如果最后确认 香草餐厅的食品 卫生问题 刘总的打在这本图里 会不会因为你们的私家 包庇他们 汪秦 别自讨论我 走 先走 大川 餐厅那边查得怎么样 我都详细问过了 小五小六还有阿姨们 都是按照平常的标准流程走的 那东西出门 也都是我亲自检查的 我没发现什么异样了 可现在事实就是食物中毒 秦姨姐 这事都怪我没安排好 你处罚我吧 把剩下的菜品都收好 请食品检验局上班来抽样 就知道问题出在哪儿了 剩下的菜 让回收公司给拉走了 不都是隔天才拉走的吗 那怕不卫生 那小五就提前打电话 让回收公司给拉走了 怎么会这样啊 这还怎么取证啊 我 都怪你小五 自作主张 我也不知道 会出现这种情况啊 好了好了 这次事情事关重大 咱们这里几个 比平时盯的还要紧呢 况且这每一道菜 都是我亲自负责的 我可以保证 咱们这里绝对没有问题 现在不管是哪里出问题 都没有办法取证了 这件事情 不只是影响到 我们餐厅的信誉 还给刘总的公司 带来了很多的麻烦 相信后续 还有更多不良反应 还会怎么样 等医院的检查报告 出来以后 卫生部门和治检部门 一定会上门来检查的 我对我们餐厅的卫生 是有信心的 只要大家是按照流程操作 我相信应该 不会有什么问题 可是 好事不出门 坏事传千里 这件事情对我们餐厅 是一次很大的打击 客户能不能再像以前那样 信任我们 我没有办法预料 好了 大家都振作一下 就当是我们要经历的 一次考验吧 无论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我们都应该用更好的服务 来捍卫自己的生育 一定要查出问题的根源 杜绝以后再发生 我会带着大家继续向前 再发生一下 再发生存 50% 非常重要 樱绝乃 你干嘛一大早的 小宝还在睡觉呢 你快看网为新闻 那个汪琴啊 终于有报应了 我知道了 咱们得赶紧想办法 万一这尹建平把钱全给了汪琴 那小宝怎么办啊 你在干什么 我想建平一整个晚上没吃东西 肯定饿坏了 就想熬点粥 待会儿也送去医院给他 也好 你年轻行动方便 那小宝 我待一会儿 你跑趟医院吧 那就麻烦伯木了 怎么样 好点了吗 好多了 就是浑身发软 估计是饿的 真对不起 把你们喊成这样 我就给你们买早点吧 开玩笑了 坐吧 这不应该这个时候过了 外面一定有很多记者 我现在已经是个肇事者了 也应该露个面 本来应该每个人都去说声对不起的 可是 我也真的不想成为媒体报道的中心 当然了 干吗把自己推到分口浪尖上 贝贝说已经查得很清楚了 跟你们餐厅没关系 所有的部门都检查过了 没有发现问题 所以才觉得很奇怪 这个事情不简单 没那么单纯 你是知道什么吗 没有 我只是直觉 既然你们餐厅都查过了没问题 那一定是有人动了手脚啊 最多也就是个意外罢了 瞧你说的 好像什么惊天大阴谋一样 我又没得罪什么人 用不着用这样的方式来搞垮我吧 不过 我倒真的是想在媒体上道个歉是真的 小毛笔啊 干吗要去道歉 你要道歉就证明你真的是有什么错 不管怎么说 我觉得 你要相信我这次的直觉 好吧 听你的 谢谢你来看我 不好意思啊 是不是打扰你们了 你来干什么 你妈让我给你带点粥来吃 我先走了 你照顾她吧 不送了啊 来 吃点吧 不饿 你整个晚上都没吃东西了 怎么可能不饿 我说过了我不饿了 我知道你看我不顺眼 不过你是三个孩子的爸 你家的顶梁柱 立竿见影的主心骨 你如果出了什么意外 他们怎么办 多想吃一点吧 多想吃一点吧 你要说话呀 小宝啊 跟奶奶笑一个 笑一个 阿姨 你帮忙带孩子 媳妇以后又给你多少钱啊 自己的孙子 带着就是图一个开心 不谈钱 是吧小宝 那是你宽厚 可做媳妇的也不能太没眼色了 唉 这其实虎 阿姨 如果你不好意思跟媳妇说 可以让你媳妇顾我帮着戴雅 这样你离子面子不是都有了吗 干你的活吧 喝苦生命每一天 今天刚住院 别吃什么油腻的东西 让肠尾好好休息一下 还有这两天也别应酬了 尤其是酒 千万不要喝 知道吗 放心吧 我会的 要不上来坐一坐吧 孩子马上放学了 等孩子回来再走 餐厅还有好多事 等着我回去处理呢 要不是微微没时间 我哪有工夫送你一个立方 这样跑来跑去啊 餐厅现在怎么样 人多吗 出了这样的事 生意当然不会好 你就别操心这些事了 好好休息就是了 其实 我公司做得还不错的 要不你干脆把餐厅关了 过来帮我吧 餐厅 我不会关的 等事情过去了 还是会恢复正常的 那行吧 有任何事情随时给我打电话 这么大的事情 我不想让你一个人扛着 我一个人没问题 再说 不是还有田地呢吗 那我先下去了 走 快点 开车小心点 哎哟 你怎么会不上手 开车肯定了 你怎么会不上手 开车肯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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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不在餐厅看着 跑回家来了 每天就那升五座散客 都是老客户了 有他们几个在就行了 反正都是闲着 还不如窝在家里舒服呢 之前预定的 那几个大桌的客人 也都没来吗 交了押金的都取消了 您可不对定金 这舆论的压力可真大 请您接下来 这接下来该怎么办啊 还能怎么办 撑撑总会过去的 我也知道要撑着 可这和论坛包厂 咱们一分钱没挣还倒贴呢 加上这些要赔偿的医药费 也要花不少吧 这么多员工的工资也都不能少 我们还能撑多久啊 以前比这更糟糕的时候 我们不也都撑过来了吗 这回怎么会撑不过去呢 你要相信我 秦金姐 你看这样好不好 咱们跟大伙商量一下 这段时间呢 只发一半的工资 一起把这个困难时机 给度过去了 等餐厅局面一归附 咱马上调回来 这怎么能行呢 他们都是要养家糊口的 我们宁可苦着自己 也不能可口员工的 可发生这种事情 虽然说不出是谁的责任 但共同承担一下 也是应该的呀 发生这种事情 责任就是在我 就是应当由我来承担 那要不您看这样行吗 咱们先以装修的名义 停业一段时间 等风头过去了 不然咱们现在每天 要准备材料 新鲜的食材 你又不允许过夜 加上人工水电 就为了每天这几座散客 但我们的损失也太大了 我算了一下 我们停业的成本消耗 要比现在要低百分之五十 这样的话我们就能 多撑一段时间 停业的事情 我不是没有想过 可是停业之后呢 您让大川他们怎么办 在家干等着 还是另门出路 所以事情 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 好了 我知道你是为我好 但是我真的不能这么做 秦净姐 电影 照片还戴在墙上 迎着浑黑的灯光 微笑停留在眼眶 回忆如今坐心房 情绪慢慢滋涨 眼泪越滚越烫 很抱歉 事情闹得沸沸扬扬 影响非常不好 上市公司经不起任何负面 董事会已经做出决定 刘总 出现食物中毒这件事情 我们也很遗憾 但这个事情好像跟我们合作 这个应该是两码事吧 这个我也明白 毕竟当时是我给集团 推荐你们公司的 可集团公司已经知道了 你和汪晴的关系 所以事已至此 这事不是还在调查吗 未必就是汪晴的错 我也相信汪晴 可事情毕竟发生在香草餐厅 集团已经决定 暂停和你们公司合作 把项目转给了捷博科技 这样助联是不是太过分了 刘总我们合作这么久了 要是我们团队没有能力 我们也就认了 可这八竿子打不着的事物中毒 你让我们怎么心服口服啊 还请刘总上证考虑吧 刘总 我们公司的产品好 这个在业内是有目共睹的 当然 我们也不想为难你 如果真的确定了 我们也无话可说了 谢谢理解 我这么做 也都是为大家好 尤其是汪晴啊 谣言止于智者 我们温馨无愧 所以 刘总也没有顾虑太多 我问你 你要和汪晴复婚 不是吗 当然 那你就应该更加珍惜她的谜语 不要在意一时的得势 来日方长 刘总 他们来了 那他们在会议室等我一会儿 好气 林总 好久不见啊 是啊 好久不见啊 好久不见 邱总 林总 脸色看起来不太好 发生什么事了 没有啊 挺好的 好就好啊 邱总 邱总在等我们 时间差不多了 没关系 都是老朋友了 不差这点时间吗 我们还有事 改天再聊 慢走 邱总 邱总 真不好意思 我们一小心 查他们的生意了吧 真是小人得志啊 做事情啊 还是得靠真本事 咱们走着瞧 算了 他们就这副嘴脸 甭跟他们一般见识 我觉得奇怪 怎么了 云端乱谈那天 这个家伙跟罗杰都在 为什么其他的人都拉肚子 就唯独他们俩没事 你不会觉得这事跟他们有关吧 刘总不也没事吗 刘总是一直忙着应酬 我根本没吃什么东西 这件事情啊 得力最大的就是解谱 我怀疑 是不是有人做了手脚 为了利益 不能不怀疑啊 况且汪秦我是了解的 她一向是非常严谨 这一天下来可就两三多客人 再怎么下去 咱们餐厅可就只等着关门咯 我听说医院的报告出来了 不是食物辨子 是歇药 还有刘轩什么的怪名字 我也没听清 小五 怎么了 你才能不能看 我 没 没事 谁要是让我查到 是谁下的药 看我不打扮她的腿 就是打得她妈都不认识她 对 打死她 汪姐 送走了 卫警局的人怎么说啊 厨房很干净 卫生应该没有问题 但是结果要明天才能出来 如果检查结果不合格 就得立即停下诊断 我们一向很注重餐厅的卫生 每次抽查各项指标都是合格的 应该没有问题 大家也不用担心 您拨叫的号码暂时无人 您拨叫的号码暂时无人 说好的钱不给 电话也不接 想过河拆桥 我 门都没有 谁让你来这里的 我不来能行吗 打几百个电话都不接 长话短说 什么事 餐厅最近生意不好 都快发不出工资了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当初你给我说的 就小小地搞一下 谁知道你们把事情闹那么大 我当时要不是缺钱 我才不管你们这事呢 事情闹大了 是因为你没脑子 你说什么呢 让你搞成视频卫生问题 神不知悔不觉 你竟然想歇药 陈先生没评没据 人家不会怀疑你 老老师回去待着 你来公司找我 万一被人看见 你就有嫌疑了 别再来找我了 我不管 我要五万块钱 我要回老家 你当钱中大门挂了呀 五万块 你脑子进水了吧 这种人躲都躲不开 你还约他在公司见面 我没有约他 是他自己找上门来的 这有第一次就有第二次 小心以后没完没了 你赶快把手里的事情处理干净 千万不能捅出来 没凭没据的 捅开了 他自己也脱不了干系 让他也没这个胆 还是小心为上 你呀 别再给我添乱了 好的 我知道了 行 那我尽快地把香草餐厅的记址发给你 好嘞 好 谢谢 记址发给你了啊 欢迎光临啊 再次感谢 老董 老董 我尹建平啊 我突然想起来 咱们那个吃货群的聚会 能不能放在香草餐厅啊 行 非常感谢 咱们两身发小 我就不客气了啊 好 我待会尽快地把这些地址发给你 嗯 好好好 好再见 干嘛 不 我跟你说了多少遍了呀 你跟贝贝说一下 让她把那个旅行团的那个聚餐 放在香草餐厅多好啊 早就说过了啊 而且我还打了一些电话 想办法一定帮嫂子度过这次难关 大伙听着啊 我有件事想跟大家商量一下 其实这件事呢 我早就想说了 一直被秦姨姐拦着 但我今天实在忍不下去了 秦姨姐你说嘛 什么事你说 为了不让咱们的香草餐厅倒闭 我有个建议需要大家配合 但是我说了 你们大家别恨我 你说只要能救香草餐厅 咱们几个已 一定都配合 对呀 你就说吧 从今天开始 我们主动降半星 帮助情境界前今天负担好不好 我以为什么想说什么好方法 原来是最烂的招 什么叫最烂的招啊 这是现在最顶用的招 大家觉得怎么样 你们倒是说句话呀 还在生气啊 撒完气了没 撒完又怎么样 不撒完又怎么样 撒不撒完都要继续干活啊 好了 别生气了 这能不生气吗 这一天没几桌客人 他们又不肯降低工资 要再这么下去的话 我们只有等着关门了 事情呢是会不断发生的 问题也要一个一个去解决啊 加工资的事 以后别再跟他们提了 替他们想想的话 也是觉得不容易 他们还不就是一个月 靠这点工资养个家里吗 这要我说啊 你就放下声段 找引钱平借给钱 先渡过这次难关 再说行不行 我 不想跟他牵扯太多 钱只是一方面的问题 我们应该靠的还是顾客 因为顾客才是我们 真正的一世父母啊 那也得在餐厅 在正常的运转情况下吧 现在餐厅事情没解决 这凯文这个大股东 音讯权完全指不上 这种时候 我们真的不能顾虑太多了 好了 别再说了 我相信事情会解决的 我也想到办法 什么呀 我们 给老客户打电话吧 把新的情况 都告诉他们 一个一个的 把他们都请回来 那 那你这是想于公于山呀 当然了 没有钱只能靠毅力啊 加油 加油 你当掌柜怎么这么累啊 你竟然怎么不敲门的 虽然住在你家 我有隐私的 有快递找你 你就快把我们家变成快递公司了 三年两头送快递 还讲什么隐私啊 小宝哭了 狐狸 狐狸 你不是这样当妈了吗 哎呦 拉了啊 没事没事 小南来了来了 来了来了来了 狐狸 我让你来家住 是安心照顾孩子的 你把我家弄成仓库了 小宝在这种环境里 怎么生活呀 哎 怎么不能生活了 我不是没跟他住在一块 我虐待他了吗 你没虐待他 啊 你孩子哭呢 你连头都不回 要不是我在 这孩子屁股都给呕烂了 我不是他肚子里的蛔虫 我怎么知道他哭是为了什么呀 他是 他是不会说话 但是哭了就是有问题 你说你整天在网上 跟别人聊天 你说你关心关心孩子了吗 有你这样当妈的吗 那我又不是他妈 你不是他妈谁是呀 你说什么呢 小宝他亲爹 都对他不管不顾 我能管得着吗 再说了 你们都只关心小宝 谁关心过我呀 我要是有这个能耐 我需要寄人篱下 我要是有钱养他 我需要作面电脑前面卖东西 除了小宝 我有自己的生活呀 你穿成这样 像没钱的吗 把他换了 放下呀 这不可理喻 秦秦姐 告诉你个好消息啊 我们可以上电视台的美食节目了 真的吗 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呀 我的意思是说 我们现在餐厅这种情况 也可以上节目 我们不仅能上 他们还要来咱们餐厅录节目呢 到时候录节目的时候 你可得好好表现表现啊 我告诉你啊 为了保住咱们的餐厅 我动用了所有的关系 才争取到这次机会的 我知道 谢谢你甜妮 真是帮了大忙了 但愿 我们能度过这次难关 会的 喂 先生啊 怎么了 是这样 我呢接待一个跟庄的活 可是啊 有好几个半年 我一个人忙不过来 能不能过来帮我一下 可是我没做过呀 这样行吗 没问题 跟着我没问题啊 那好吧 我现在过去啊 伯伯啊 我接了一个活儿要出去一趟 你帮我顾一下小宝吧 一天到晚的就想着出去 今天不行 一会儿还要出去买东西呢 好 我的工作做完了 接下来反之没事 我帮你带吧 真的呀 那太好了 来来来 这次喂完呢 四个小时后再喂一次 我先给你两百块钱 如果说我再晚回来 我都加钱给你的 好好好 来 他所有的东西啊 尿布啊奶粉都在那儿 你自己看着办啊 好 知道了 知道了 谢了 你又要出去啊 你 你走了 孩子 这孩子怎么办呀 你怎么说走就走啊 您就别叫了 他让我帮他待一会儿 想怎么着就怎么着 一点不想当妈的样子 以后啊 你也少多事啊 宝贝 小宝 真可爱 快 不好意思啊 不好意思 对不起 对不起 对不起的没有 真是不好意思啊 今天啊 我的新娘子跟妆的活儿就耽搁了一下 就耽搁了一下 让你们久等了啊 你们整整知道了二十分钟 就算你们的化妆体再好我们也不要了 真是对不起啊 你们是我们的贵客 让你们久等是我们的不对 但是我们做女人都知道嘛 结婚啊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一辈子只有一次呢 一辈子只有一次呢 所以新娘子有任何的要求 我们都会尽量地满足她 让她做个最漂亮的新娘子 所以希望你们能够体谅 体谅一下吗 那好吧 希望你们的化妆品 值得我们等那么久 值得 一定值得的 来 爷爷 爸你快给我磨好吗 对啊 爸不说了吗 周日才可以呢 现在不能玩 嗯 你们饿了 我给你们弄点吃的去啊 那我们玩什么 我们能玩出品藏吧 好呀 我先藏 好呀 小宝别哭别哭别哭 别哭啊 我给你下班了 小宝妈妈怎么孩子回来呀 那你跟着走 把孩子给我 那不好意思啊 没关系没关系 哎呦呦呦呦呦呦呦 小月娘妈去哪儿去了 她说去晚上给邻居逛逛逛就回来 差不多该回来了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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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来来来别哭别哭别哭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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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该过了俩了 你们两个在等着啊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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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一定不会后悔的 好 希望用了这套化妆品之后 我的皮肤也能像两位一样 但是如果不是的话 我一定会来找你们麻烦哦 这你放心 三十月后啊 你们肯定会回头来找我们的 不过 不是找我们算账 是来感谢我们 然后再带三个月回去 那就费好了 一定的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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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先走了 请等一下 吃什么吃 这个密谋啊 是最新进口的送给你们 当作是我们两个迟到的赔礼 让我先玩 不 让我玩 这几天每次玩 该都是你先玩 玩 反正我要玩 给我玩 反正我要玩 给我玩吗 给我玩我不管 我不管 我要玩 死的我还太上坏了 我要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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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吗呢 没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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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什么呀你们两个 让你们看一会儿 露到地上来了你 吓死我 你们想 你怎么回来的 不是我生的 也不是我 不是你们生我呀 没事吧 没事没事啊 睡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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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好 幸福没事 要不你奶奶回来 别忘了你听没有 你们不知道 我绝对不说 慢走啊 好 干个漂亮 怎么样啊 我这个学生还不错吧 厉害嘛 你现在呀 已经完全掌握了销售的技巧了 恭喜你 立业了 好 但我之前在IT公司啊 也是搞销售的 只不过卖的东西不一样 这个卖东西啊 你只要抓住了产品的特点 其实客人的心态都差不多 你等着看吧 才一个小单而已 小心 别冲破了头啊 放心 会越来越多的 这狐狸怎么还不回来 狐狸 现在都几点了 你还知道回来呀 你说 你把孩子一扔下 就跑得不见人影 有你这当妈的吗 那我不是花钱请小吴 照顾小宝了吗 小吴呢 怎么可以这么不负责任 小吴 你当小吴是你的全职保姆的 人家到点了 早就回家做饭去了 那你能怪我吗 我出去不是玩 我是赚钱 为了养活我自己跟小宝 你们是小宝的爷爷奶奶 照顾一下自己的孙子 会怎么样呢 你还有理了 原本以为你当了妈之后 个性有所改变 没想到变本加厉 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明明自己想出去玩 还说什么呀 不愿意寄人篱下 要自食其力 我问你 你住在这儿 吃在这儿 喝在这儿 让你花钱了吗 你既然玩心这么重 当初就不应该生下小宝 既然生了 你就应该负起当妈的责任 我要是不负责任 太太小命早就没了 我在外面忙了一天 回到家里有耳根子 都不能亲近 难怪当初我 算了 我真的很累了 没有精神 在这里跟你吵 站住 看来你就是不愿意 待在家里头 好好的照顾小宝了 那既然这样的话 你说吧 要多少钱 小宝留下 你给我走人 这可是你说的啊 五百万 你给我五百万 小宝留下我走 哥 你真是狮子大开口啊 你把我敏家 当成摇金术了 怎么样 舍不得呀 说出来的话 听到数据就舍不得了 你出不起这个钱 就别管我怎么管小宝 五百万 亏你开得了口 你值吗你 我不值 小宝值不值 小宝贝 你们在干什么 你 走走圈子啊你们 这些都是我要哪儿 做生意的 都弄成这个样子 我要怎么卖啊 赔钱 赔钱 你吾我留下来 你干什么呀 爷爷他推我 爷爷他打我 孩子不努事 骂几句就得了 你打他们干什么 弄着孩子 你也下得一手啊 你死心不改啊你 谁有死心不改啊 不能骂的 你自己看一下啊 这所有的东西 都是我哥盼了面子 撕来的 钱都还没付呢 现在弄成这个样子了 我骂也不能 骂也不能退货 你知道拿什么钱 还给我朋友啊 赔钱 行了 我怕好好说 这不是赔钱的事吗 我赔给你 但是你不能拿孩子撒去 老爷 老爷 你看 这小宝吐了 为什么呀 小宝为什么吐了 老爷 老爷 小致 快去给你爷爷拿那个 泥布达治高血压的药 不用不用不用了 一会儿就好了 赶快送小宝去医院吧 那你 你怎么样 走 怎么回事 小宝怎么会脑战弹呢 去问问你那两个宝贝孩子 爸 您怎么不好好看着他们俩呢 那干吗呢这是 当时啊 你妈和狐狸不在家 我去给孩子啊 沏奶粉 就把小宝啊 放在沙发上了 等我回来呢 结果 他从沙发上摔到地上了 行了你让我爸先把话说完吧 刚才见了医生了 医生说了 可能是轻微的脑震荡 对以后啊不会有什么影响的 什么叫不会有影响 小宝现在还这么小 万一伤到了脑子怎么办 万一以后发现 这里有问题怎么办 你负责啊 你怎么跟我爸说话的 你说谁负责 你是他妈当然你负责了 你不在家你干吗去了呀你 那你不是他爸呀 我告诉你们啊 如果小宝有任何问题 我跟你们没完 我看清楚了 反正你们一家人啊 就是欺负我跟小宝 你能不能别这么无理取闹啊 谁无理取闹 你们一家人 包括那个小师跟豆豆 就是看我跟小宝不顺眼 孩子又不是故意的 谁知道他们是不是故意的 反正现在事实就是 有小师跟豆豆在的地方 小宝就有危险 反正你们一家 也不要这个孙子了嘛 可以 那我跟小宝跟你们一挡两断 以后我们去哪儿 用不着你们管 饿死算了 行了行了 谁说不要孩子了 赶紧赶紧回家吧 我才不回去 我再也不要把小宝 放在这么危险的环境 万一 再有个万一 小宝不死定了 你说什么呢 那你告诉我 你到底想怎么样 你是他爸呀 你说该怎么办 你先跟小宝在这儿凑我几天吧 我要尽快地找到房子 判断你们 对不起 我要不是被逼急了 我也不会这么做的 你也是 你 你发脾气 也不能拿孩子撒气啊 小植还是个孩子 你总是得理不饶人 这卡是一部分钱 够你这段时间用的 我那些化妆品的货款呢 我会帮你想办个的 好 我先走了 有任何事情 随时给我打电话 新到黄海之遥 可苦生命 每一天